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欢迎来到禅意。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人之所以感觉到痛苦难过,其实大部分是因为想不通,看不淡,一直执着于一个答案和方向。 其实人生还有很多种活法,不一定要选择最累的一种。 人生很多事情,你回过头来想想,就会发现没有什么,只不过当时的自己放不下,要知道很多事情都是你自己夸大了它的作用,你一味地寻求你想要的,结果导致自己内心有了落差,就陷入了痛苦当中。 其实当你想通了,想开了,人生也就没有什么了,除了生死,其他都是擦伤,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自己。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人都会因为一些小事去计较,去纠结,导致一直沉浸在那种痛苦和焦虑当中,其实人生的修行不在于要达到某种成就,而是尽量让自己快乐。 越简单就越幸福一。 关于工作。 昨天,一个朋友跟我抱怨,自己刚入职没多久,遇到了一个难缠的客户,又恰巧碰上自己的女朋友闹别扭,于是把气撒在了客户身上,放了几句狠话。 回到公司,主管要求他要么上门道歉,要么立马走掉。 遇到这件事,他内心是有点愤愤不平的。 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错,凭什么他得受对方的数落? 于是我给他讲了一些我之前在镇上的经历,也经常被主管穿小鞋。 明明自己什么错都没有,还要受到责骂。 我选择了隐忍,到后面忍无可忍就反击了。 人总会有情绪的时候,但是要看清楚。 自己的处境,如果有足够的能力,你也可以选择头也不回地走掉。 如果没有,那就虚心学习。 等到自己翅膀硬的那一天,你也可以硬气地对回去。 虽然职场会遭受一些不公平待遇,但是再委屈,再痛苦都没有用。 你要做的就是先成为更好的自己,处理好眼前的事情。 等有足够的能力,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方式。 疯子凯说,心大了,是就小了,心小了,是就大了。 生活中,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情景,自己努力了三年,想要得到晋升的机会。 转眼成了工作半年同事的囊中之物。 明明已经尽力做到最好,依旧得不到家人朋友的认可。 打扮几个小时,兴高采烈地,出门赴约。 路上却被人踩脏了鞋子,但这些事情发生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不公平,为什么付出得多,却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有人说,不公平是化了妆的祝福,当你强大了,这个世界才会温柔以待。 这世间每一份光鲜亮丽工作的背后,都有强于普通者的汗水。 每一个不公的出现,都是自我审视觉醒中突飞猛进的契机。 当你太过在意眼前的迎头小力,鸡毛算提时,心也会在斤斤计较中变得越来越小。 容不下人生时不时吹来的微风,轻轻一扒拉,就轰然倒塌了。 困难对每一个挑战者来说都是一视同仁的。 唯一不同的是,有人被困难吓倒。 慌忙后退,有人跌倒了,爬起来越挫越勇。 很多时候,阻碍一个人逆袭翻盘的。 不是命运的不公,而是截然不同的心境。 当你把工作当修行,有问题解决问题,无问题提升自己时,拦路虎也会被吓退。 二,关于生活。 人生没有不委屈的,也没有谁比谁更容易,做好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 相信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抱怨。 要么就是抱怨命运不公,老板奇葩,同事不好相处,自己有才无处施展。 你看有这么多抱怨的时间,就从来没有想想怎么去解决眼前的境地。 很多时候,阻碍我们的不是能力,而是你的心态。 一个人若是处理不好自己的情绪,是没法过好自己的人生的。 当你能够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一些事情时,你才是真正的成长和蜕变。 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事情。 你要做的不是去抱怨,而是去面对,去正视,去解决。 把人生活中的小事当作人生的一种历练。 当你过来了,就什么都会好的。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皆是如此,会遇到很多挫折和考验。 但那又怎样? 谁的人生不经历一些? 苦难熬过来就好了。 一个人永远不要被自己的情绪所困住,要学会自己去调节,想通了,人生就顺了。 人这一生,苦尽甘来。 挫折只是我们生命中,这一部分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像二就一样去经历,去感恩,去努力,去好好生活,走好自己的路,即使一生平凡,也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 风雨人生,我们要学会自度,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在生活中慢慢领悟人生,吞下委屈,伟大格局,抚平自己心中的痛,你除了坚强,别无选择。 很多时候,人之所以活得那么痛苦,就是因为想不通。 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经历那么多不顺的事情,想不通为什么倒霉的总是自己,想不到为什么自己的命运如此坎坷,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努力了那么久,付出了那么多,始终得不到相应的结果。 想不通为什么自己已经很优秀了,还是没有人喜欢自己,想不通为什么自己真心的对,一个人还是会离开,还是会伤害自己等等。 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何必想太多呢? 人一旦活得太执着,就总会揪着一些不放,总觉得全世界都跟自己过不去,心中一直想要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想来想去,还是想不通,那么整个人都会活得很痛苦,活得很累。 人生经历那么多的事情,没必要都去回想。 要放眼于当下,不必沉溺于过去。 想通了人生无常,明白了事事难料,你就活得通透了。 人想通一些事情,人生才会顺利起来。 想不通的,也不必执着,不必放不下,不必期待太多,而是保持一颗平常心,坦然地面对所有的事情。 人生其实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不管是人生坠入了谷底,还是人。 生遇到了很多难题,遭遇了很多挫折和不如意,我们始终都要学会看开想开,看待人生得失,看开人生起落与成败。 因为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一切都是擦伤。 当你熬过来之后,再回头看看,其实一切都没什么,任何仪式始终有很多不如意。 你要想通,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人不喜欢你,会有人看你不顺眼,会有人针对你。 会有人给你使绊子,会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等等。 你只要学会不在意,你才能让生活过得舒心愉快。 毕竟莫言说,人活着,不是为了不喜欢我们的人而活着。 杨将先生也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人生是自己的,世界是自己的,只有自己最懂自己,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保持一颗简单的心。 爱自己,爱生活。 不用理会和在意太多,你的人生才能豁然开朗。 你也要想通,人生是没有不委屈的。 你要吞下委屈,学会隐忍,强大自己的内心,你才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中很多烦恼,其实都源于自己没有想通。 只有当你想通了一切,保持了一个好心态,你的人生就顺利起来了。 无法改变的,我们就学会顺其自然,我们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自己的心态,掌控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变得更好。 心态决定人生,想通了,看开了,放下了,也就会感受到生活的乐趣和暖意。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 不完美的,每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努力和坚持。 人生不可能与生俱来的美好,只有你经历过,历练过,才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们都不是完美的人,但是你也可以试着去改变自己,掌控自己的情绪,让自己变得更好。 你的心态好了,人生自然就顺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一种心理,患得患失,就是在突然的一段时间里,会感觉很忧伤,被全世界所抛弃。 没有人理解自己,非常的孤单寂寞,但不久之后,这种感觉就会消失全无,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 这个时候,你又觉得自己真矫情,为什么要胡思乱想呢? 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胡思乱想,这是避免不了的。 即便是意志坚定的人,也偶尔会胡思乱想。 可是,胡思乱想应该有一个度,否则只会毁了你。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发呆,胡思乱想,看着好像在思考人生,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这么做一方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另一方面,长期的胡思乱想,也会成为很多心理疾病的诱因。 胡思乱想,会让你疲惫心理学家为了检测人类高内耗的主要原因做了一个实验, 结果证明有30%左右的人,是因为胡思乱想导致了精力的快速消耗。 当你胡思乱想时,你的身体虽然没有运动,但是你的大脑却处于高速运转中,时间长了就会感到疲倦。 在需要学习或者工作时,我们很难迅速地进入状态。 脑袋里冲。 这各种各样的想法,例如晚上吃什么,要不要听会儿歌等等, 这些事情占据了你的思维空间,是你无暇顾及即将要做的事。 这时候,你会觉得生活疲倦不堪,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已然不堪重负,觉得生活太过苦涩,让你觉得束缚和窒息, 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孤单极了,好像周围的一切事情都与自己无关,仿佛在这车如流水马龙的道,只有自己是截然一身的。 有时候,你十分害怕失去对方,对方的一句不经意的话,一个未有和深意的动作,也会让你感到有些许难受,甚至怀疑他是否就是不再爱你了。 许多时候,你都会出现这种胡思乱想的行为,可是你却不知道这种胡思乱想会毁了你,毁了你原本的幸福和安逸。 其实生活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艰难困苦,人心也并不是那般的不顾,爱人也并非会轻易地离去。 在大多数时间,无论是什么事情都是比较美好的,你需要做的事去看到,发现那美好的一面。 要知道,你的胡思乱想往往会给你的生活和感情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而这些麻烦几乎可以毁掉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胡思乱想扰乱你的心,让你感到疲倦,对生活提不起兴趣,甚至对生活产生了厌烦的情绪。 若是这般,还怎么努力拼搏,为梦想不断前行,还怎么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胡思乱想会让你孤单寂寞,可你的身边其实一直都有关心着你的人,你的亲人,你的爱人,你的朋友。 若是你感到孤单,忽略了他们的好,或者,可怀疑他们的真心。 整日胡思乱想,不仅让自己难受至极,也会让爱你的人感到委屈失望,胡思乱想也会让你怀疑他是否还爱着你。 其实,大多数人都是矛盾的个体,既复杂花心,又深情专一,既刻板又心思活络,既想要他永远地深爱自己,又怕他的深爱太过厚重,难以承受。 但是,经常胡思乱想,不仅会让自己更加没有自信,也会让他感受到不被信任,而这些会一步一步地毁掉你,毁掉你原本唾手可得的幸福。 那么,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呢? 一静下心来让自己放松。 想要静下心来清除自己的心中的杂念,可以舒适地坐在椅子或躺在床上,然后用左脚开始脚部肌肉绷紧合。 放松,同时按时他休息,然后下令脚踝,小腿,膝盖,大腿,躯干休息,直到后从脚到躯干,然后从左右手放松到躯干,然后开始到颈部,躯干向头。 这种放松训练的技术需要反复练习,以更好的把握。 二,敢于直面恐惧。 喜欢在面对需要完成的任务时,胡思乱想的根本原因是,对于即将到来的任务,有一种为难的情绪,然后就决定不再去思考这些心烦的事了,开始思考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告诉自己我等一会儿再做。 而后就进入了自己的思维空间,将需要做的任务抛之脑后,这无疑是在浪费自己珍贵的时间和精力。 实际上,这就是对现实的逃避,面临困难。 毕竟,有些人选择努力走出去,有些人则选择回避这个事实。 尽管消极避世也是属于一种生活态度,不过在这个社会上,适应它才是最明确的选择。 虽然生活充满了未知,但它会给予你更好的机会,使你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实验,让志愿者把面对生活中未知的事情的最坏结果和内心深处的恐惧做比较。 结果很多人在细细思索后发现,可怕的不是未知的结果,而是心中的恐惧。 恐惧是正常的心理,同时也是人类的自我保护情绪,它让人面临危险时选择脱离危险,它时而发挥正常作用,时而影响我们前进。 当我们克服恐惧,迈出第一步后,就会明白,其实未知也没有多可怕。 三,给自己充足的安全感。 并非喜欢胡思乱想的人都是在躲避现实。 有些人胡思乱想,其实是因为内心缺少安全感。 当他们在一段关系里缺乏安全感时,就会很多疑,开始幻想。 比如丈夫回家晚了,就觉得她是在陪别的女人出去聚会,就觉得她是要刻意地避开自己。 人类都有一个奇怪的思维陷阱,你一旦怀疑了某件事情或某句话的可信度,这件事或这句话在你的脑海中的真实性就会随着你的思考不断降低。 例如,你怀疑你的丈夫在外面有人了,或者他向你撒谎了,你就会不停地胡思乱想。 渐渐地,你就会认为他就是出轨了。 我有证据,并且对此结论深信不疑。 其实,这种疑神疑鬼的情绪在多数情况下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 它只会使对方愈加反感、厌烦,会打破这段关系的平衡。 而你自己也会让这些想法折磨的烦躁最终不再幸福。 所以,如果你开始胡乱怀疑自己身边的人,一定要警惕一点,问问自己为什么会变得疑神疑鬼,告诉自己快些冷静下来。 当你这样暗示自己以后,就会走出怀疑的自动化思维。 但是要想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给自己充足的安全感。 我们应该明白,安全感并非是别人给予的,它只能在你不断地奋斗,不停努力,逐渐是自我变优秀的过程中出现。 只有自己强大了,才可以应对所有的未知和突发情况,而不是一味地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胡思乱想是人类物质得到满足。 足后对精神世界的探寻,它并非全无意义。 但我们不能把它当成精神生活的唯一,世界的丰富多姿是要在行动里感受的,安全感也只能靠自己活的。 这人世间的许多人都比较敏感而又脆弱,经常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伤感不已。 其实,这本事无可厚非,但你应该明白,胡思乱想很容易毁了你,包括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的感情。 我相信,大多时候,其实你的胡思乱想不过是因为你没有敞开心扉罢了。 若是你能够与他无话不谈,便可以把自己的心声说给他听。 渐渐的,你会从他那里明白。 原来一切不过是自己胡思乱想罢了。 往后余生别再胡思乱想,向他敞开心扉,把你的心里的不安,和疑惑说出来。 才能解开彼此的心结,一切往好的方向发展。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作家高建林说,在感情里,我们常常选择闭上眼睛,而不愿去回头看看究竟离对方多远,就是因为两个人之间不再分享爱。 的确,爱只有被分享后,流淌的爱意才被看见,被感知。 而高质量的分享,既是感情的催化剂,更是人际关系的助燃剂。 就像山明古音般,你热情地分享,我热烈地回应,从而浓烈感情,凝聚亲情,深化友情,真正好的关系都需要分享。 与他不是敷衍式的尬聊,而是从心里,彼此牵挂,互相认同,同评共振。 一,不分享就是自我孤立。 有人说,成年人的拒绝大都是从不愿分享开始的。 没有干脆利落的道别,没有大张旗鼓的争吵,只有静悄悄地疏离。 但一次次无声地拒绝,既远离了他人,也孤立了自己,最终无人能懂,古人倾听。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在《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一书中,讲述了一个初中人的悲惨故事。 他是一名酒店清洗工,负责清理厨房锅炉,每天厨房里响彻着工友的吆喝声、打闹声,但他从来不参与,只是机械地刷锅,请烤炉。 休息时,工友却在一起说说笑笑,他则像隐形人一样远远地躲在角落里。 他习惯独来独往,本能地抗拒与人分享互动,甚至喜欢整日整夜地待在衣橱里。 喧闹的交通,蜂拥的人群都能让他万分沮丧。 他唯一愿意相处的是一个又聋又哑的笼子,他们总是静静地坐着,没有交谈,偶尔相对一笑。 渐渐地,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孤岛,没有人愿意与他为友,他满腹的心酸,也无处倾诉。 就像生活中的我们,因为疏于分享,烂于互动,内心就潜意识地竖起了一道墙。 即便通讯录里有上千好友,哭泣时能无所顾忌地打扰得寥寥无几。 有时想调侃老友,翻出对话记录竟停留在两年前,想说的话输入又删除,不是时空阻隔了关系,而是我们的心拒绝了情感。 就像古罗马哲学家悉尼家说,差不多任何一种处境,无论是好是坏,都受到我,能对待处境的态度的影响。 拒绝分享,终将难以遇到温暖的相逢,自我隔绝,则永远看不到世界的绚烂。 二,不分享就会走向散场。 人与人之间,不是靠单方的付出与包容就能维持的。 无论多么深切的感情,当分享欲消失的时候,或将成为相悖而行的一拍两散。 有位网友分享了一段扎心故事,他和发小相交二十年,彼此相携,走过青葱年少,互相见证成长。 大学毕业后,发小回到老家发展,他则独自去深圳打拼。 起初,两人常常联系分享生活的点滴,即便天各一方,也仿佛近在咫尺。 可自从发小结婚生子之后,发小从大段的秒回变成了西字如心的回复,我陪孩子再忙回聊。 好吧。 哦,他想,或许发小真的很萌吧。 久而久之,他们的分享交流越来越少,直到发小生日那天,他陡然想起发祝福时,却发现他被删除了。 原来一次次的冷落对付,早已把他们变成了两条平行线。 以前总觉得时间久了不联系,联系方式就失效了。 后来发现有的人,就算联系方式还在,人也早就不见了。 任何亲朋好友,若是不来往,不联系,感情就会逐渐变淡,直到彻底消散。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像你的孤独《虽败尤荣》一书中说的,曾经迫切地想与一个人好好聊聊,却发现共同的话题更换了无数遍,都被无数个哦好吧,打败。 其实友情如此,亲情爱情依然。 当你不在世,迫切地回应,父母的唠叨关心,甚至把朋友圈对父母设定分组时所谓血奴于水的妇女母子一场,早已变成不断目送背影的渐行渐远。 当你不再有一搭没一搭地与爱人聊天,不再有你在闹我在笑的默契时,曾经死生气过的不离不弃,转眼成了物是人非是是修的富裕宁耶,雪怕太阳草怕霜,人怕冷漠,心怕伤人心环海。 请珍惜那个愿意与你分享的人和那颗愿意跟你分享的心。 因为一颗心被凉久了会冻成冰的,一段情被辜负多了,会磨灭成灰的,一个人被冷落长了更会转身成路人的。 三好的关系要常常分享。 看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长着香肠嘴痞子脸的借到小宫,爱上了清秀端庄的豹舍姑娘。 一见面,小伙主动求爱,姑娘却被她的长相给吓退了。 可小伙并不气馁,频繁地给姑娘写信,喋喋不休地分享生活见闻,所思所想,还有无尽的相思。 我中午喝得大醉,背头儿当场点名,你妈妈不喜欢我,我今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飞飞飞,你快飞回来。 在一封封书信的倾诉中,姑娘读出了小伙非凡的才华、学识和幽默的心情,也感受到了她那炽热的爱和深情。 于是,姑娘开始回信,家事、心事、工作事无所不谈,两人的心也越来越近。 最终,他们谱写了一段浪漫到飞起的爱情。 他们就是王小波与李银河,最令人向往的是他们如挚友般的倾诉和勉励。 既收获了爱情,也成就了彼此的事业。 正如约翰·贝曼博士所说,彼此接纳、关爱、欣赏、倾听和支持,感情就能更加积极、更有活力。 分享的实质就是在接纳、倾听中建立连接和共鸣,从而加深感情。 但要做到真正的分享,首先你得学会分,对方才愿意想。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一、同评共振。 真心要留给对的人,实际有缘到不同,不相为谋。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理解,懂得真正对的人,一个眼神就能传递万千情谊,一个表情就能全然明白,言外之意。 但鱼儿接不住飞鸟的灵魂,分享山和水不会碰出动人乐章,因为它们频率不同,想要建立一段古乐。 和共享的关系,就必须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 唯有频率相同,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的优雅,唯有真正懂得,才能理解相互闲聊中的山和万里。 二、有份有想,感情才能历久迷奸。 心理学有个曝光效应,也称熟悉效应,是指一个人在人面前曝光越多,相互成为密友的概率就越大。 因此,一段关系的维护通常需要你来我往的曝光,双向奔赴的熟悉。 即使分享时不是秒回,但一定会事事有回音,渐渐有着落。 正如苏存说的,所有因果不过市场互动,有份有想,感情才能相伴长久,互通有无,关系才能生生相惜。 三、正向互动,形成良性循环关键对话书。 钟提到,在实际沟通中,要想与对方成为朋友,就要学会分享他的思想和情感。 人若想建立长久的现场关系,让人愿意分享,也愿意倾听,那必须要有愉快的沟通。 互动是聊天,即使是没来头的碎碎念,得到的不是不屑,而是理解和认同。 纵然是无厘头的滑稽搞笑,回应的不是嘲笑,而是关注和在意。 如此,感情的纽带才越来越紧密,相互间的惦念和对生活的参与也越来越密切。 白居易说,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 快乐着他人的快乐,才能收获更多的同乐,悲伤着他人的悲伤,才能感同身受的分忧。 所有深远恒久的关系,莫过于投之以逃,抱之以穷摇地分享回应。 朋友也好,家人也好,爱人也罢,学会分享才配拥有,懂得回应才会长久。 即使分享的是一件件小事,维持的却是感情这件大事。 如果有人愿意跟你分享点滴琐碎,请一定善待,因为这是爱的表白。 如果有人喜欢倾听你的唠叨废话,请务必珍视,因为这是懂得,更是深情。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有个方式,学识、思想、言谈都很特别。 当朝宰相听说后,想要见见他,于是派人去邀约宰相,邀请一个普通人上门做客。 这是何等的荣耀,一般的人会惊喜万分,还会爽快赴约。 但是方式却不以为然,几次邀约之后,方式答应了去见宰相。 方式骑着驴到了宰相府门口,也不愿意下来,守门人拦住方式,要他下来,走路进去。 方式说,我无所求于丞相,丞相召我来,若如此,但需我去。 而方式骑着驴就离开了,头也不回。 为什么方式如此狂妄自大? 为什么宰相却始终以礼相待? 一个下人虽然卑微,但是在没有任何利益瓜葛的人面前,为什么要低声下气? 现实生活中,我们遇到有权有势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卑微,其实是高看了别人,小看了自己。 真正的高手是无欲无求的,因为不需要求别人,心中没有欲望,内心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了。 以内心无欲无求,才能从容坦荡。 老子说,将欲娶天下而为之,无见其不得已。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想要治理天下,却又要用到强制的方法。 我看它不能够达到目的,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你就应该用智慧去得到,而不是强行得到。 如果你强行得到什么,无疑是抢夺别人的财产,比方说,一个人想要发大财,就做了偷偷摸摸的事情。 虽然他得到了某,接东西,但是天网灰灰,疏而不漏,他得到了什么,就要加倍地吐出来。 高手的为人处事方法就是顺其自然,按照事情发展的规律去做,尽量避免逆流而上。 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应该尊重孩子的选择,而不是扼杀孩子的天性。 年轻时,要制定一个人生规划,有多大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而不是不自量力。 成年人做事,应该从最熟悉的事情做起,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是盲目地去补齐自己的短板。 老年人要注重养生和健康,而不是拼命继续挣钱,更不能逞强。 不尊重规律去办事,往往是以卵基石。 当一个人的内心没有欲望的时候,心情就会平静下来,反而能够洞察到事情发展的先机,顺风而行,才能够事半功倍,能够破解难题。 的方法往往是静观其变,以静致斗,而不是用蛮力。 二、内心无欲无求,才能简单生活。 老子说,或莫大于不知足,就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 贪婪因欲望而生。 人有梦想,有追求,理所应当。 但当梦想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时,就会变成一种欲望。 有人会选择以贪婪来实现梦想,因此做出这样或那样令人感到痛惜的行为合适。 有人说,欲人之常情,但须有度。 若贪婪,终会自我毁灭。 贪婪的人永远不满足于现状,他想要的多为了能快速达成自己的目标,于是投机取巧,拿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后东西没得到,却落下一个坏名声。 正如克劳德兰纳斯所说,贪婪。 这总是一瓶如洗,他贪婪的不仅是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更可怕的还是他那颗贪婪的心,让人为之心寒。 生活中,常听人们说,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赚得再多,到死了也不能把他带走。 因此,对于钱财这种东西不能强求,只有看开些,凭自己的能力去赚取,赚多少用多少,至少能让自己心安。 而那些只想不劳而获,不想靠自己努力赚钱的人,就会做些歪门邪道的事,去偷,去抢,去贪污,最后的结果被警察抓起来。 关在冷冰冰的牢房里,孤苦伶仃,与世隔绝地过着没有盼头的日子,这样的贪婪实属有些不值得。 佛说,贪婪多,欲念多,灾难也就多了。 欲望过于强烈,若得不到,就容易走错路,走向深渊,无法自拔。 所以人有欲望,却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多,懂得知足,才会平安地过一生。 毕竟贪婪不属于自己的,钱财本身就是货,会遭报应的。 有人问我,后半生有了一百万,够了吗? 我说够了。 他说,真的不够,小孩读书要几十万,买房买车要几十万,自己养老又要几十万,也许到时候物价上涨,一百万就更加不值钱了。 我说,有的人一辈子都赚不到一百万,那么他们还要不要过日子呢? 钱有多少,并不是幸福的根本所在,如何花钱,对金钱的态度才是。 如果你可以控制欲望,一天花十块钱也能过日子,极简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 等我老了,就退出红尘,回到乡下老家,门口种花,屋后种菜。 夏天在小院里数星星,冬天围着火炉打盹,是不是你也有一个回乡养老的梦呢? 事实上,你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却很难适应辛苦的生活。 你看到了乡下的美景,你却忽视了乡下的辛苦。 交通不便,房屋简陋,不够热闹,食物要自己创造,这些苦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 如果你做到了无欲无求,你就可以享受清廷,还能够做到一天都不花一分钱。 贪婪是人性的弱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渴望,有自己的追求,可在生活中,人往往很容易受这样或那样问题的影响,最后控制不住自己的贪欲,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最后遭殃的还是自己。 贪婪的人容易被欲望牵引,欲望无边,贪婪无边,贪婪的人是欲望的奴隶。 他们在欲望的,驱使下迷失自己,不知所终。 贫穷的人只要一点东西就可以满足,奢侈的人需要很多东西才可满足,但是一个贪婪的人却需要用一切的东西才能满足。 所以贪婪的人不知足,他们天天在不满意,不知足的日子里度过,其实这样的人活得很累。 因此,贪婪是祸不失福。 请不要把贪婪的念想,带到生活中,这样只会让你越活越痛苦,越活越对生活失去信心。 既然这样,面对生活越工作,让我们知足常乐,就好。 三,内心无欲无求,才能刚正不阿。 春秋时期,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精美的玉石,想献给司成子涵,子涵拒不接受。 献玉的人以为子涵怀疑玉石是假的,便说,这块美玉,我请玉匠给鉴定过,他说是块宝玉,所以才敢拿来献给。 你。 子涵回答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 如果我收了宝石,你失掉了宝,我也失去了宝,所以我们还是个存其宝为好。 庄子说,贪财而取威,贪权而取杰,在权贵名利面前,很多人是很难把持得住的,于是在种种的诱惑下,就慢慢误入歧途,走上一条不归路。 对于子涵而言,他深知自己在这职务拥有着一定的权利,但这不能成为别人贿赂自己的理由。 他也知道,一旦自己收了玉石,丢失的不仅是这份工作,还有他做人的名声。 为官,如果你没有个人的欲望,你会越来越廉洁,哪怕家屠四地,你也会活得很开心,因为你看到别人过得很幸福,你就满足了。 做生意,你不盲目去占有别人的东西,你就能够问心无愧,你就是一个。 成性的人有一个词语,叫做无欲则刚,也就是说,摆脱了欲望的纠缠,你就不会绝望,也不会沾沾自喜。 成功或失败是人生常试,得失也是常试,得到的一切可能会失去,失去的一切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回来。 做人争其必然,顺其自然。 那些拼得你死我活的人,表面上很精彩,但实际上却很狼狈,不如冷眼旁观,你还有机会坐收渔翁之力,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起码自己什么都没有弄丢。 众人皆罪我独行,无欲无求,天下人都争不过你,是你的不用争,不是你的争不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严选君说,我们常被告诫,怎么控制自己愤怒的情绪,如何管理好自己生气的情绪。 当你生气时,如何调整好情绪? 你不知道忍住的后果有多可怕? 以为什么我们不被允许生气? 小时候大伯父家的墙上有一副不气歌,大体内容好像是他人气我,我不。 我本无心他来气,倘若生气重他气,气出病来无人气。 冷静点,消消气,生气伤身体不划算,生气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当我们冒出生气的情绪时,身边的人便用诸如此类的话语进行劝告,甚至自己也是这样劝告自己。 总之,生气是不好的。 实习时,我和小李去了同一家公司。 小李是个能力非常强的人,刚入职场不久,他就作为了新人代表,去参加一个集团的演讲活动。 有这样的机会,小李自然格外珍惜,每天不厌其烦地修改PPT,下班后还拉着我陪他改演讲稿,晚上回去还要对着镜子练习。 结果在临行的前三天,小李被上司告知,因为级别不够,所以取消了参加资格。 演讲那一天,摆在台下,当看到上司在台上拿着小李做的PPT,拿着小李做的文稿,我十分地生气,小李的心情自然可想而知。 活动结束后,当集团的领导亲切地对上司赞赏PPT做得不错,并问其是谁做的,上司礼貌又理所当然地表达谢谢,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 后来,小李跟我说,他当时感觉自己的胸口堵得厉害,佛被一块大石头压着,呼吸变得急促,血液直往脑门上冲。 之后,小李跟随上司步入电梯,上司则轻描淡写地说了几个字,你干得不错。 小李努力地挤出了一丝僵硬的笑容,点头谦虚道,哪里哪里? 为什么那时的小李不允许自己表达生气? 因为小李怕自己的生气会让对方不悦,而产生不好的后果。 比如,小李担心那位上司给自己穿小鞋对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冲突和矛盾,又恐惧。 其实,让人悲哀的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根本不习惯表达自己的生气。 我在生气的感受,头脑中马上会有一个理智的声音说,这不对,忍一时风平浪静,海阔天空。 这个声音来自哪里? 来自于我们被教导要做一个温良功让的人,来自于生气也没有用的无力感经验。 来自于不值得被爱的低自我价值感。 二,忍住不生气,生气就会消失吗? 你常常会生气吗? 又总是对谁生气? 面对父母的苦口婆心,喋喋不休,孩子会对父母生气。 知道了能不这么唠叨吗? 烦死了。 面对周围催促你结婚的人,你也会对他们生气,我不结婚,关你们什么事? 面对忙于工作的老公,你会对伴侣生气,不做家务,不懂浪漫,不懂沟通。 面对不听话的孩子,父母会嫌弃孩子怎么就没有长耳朵呢? 真不想管你了,生气来了,如果计量轻微,大多数人要么引而不发,把他压抑下去,要么就打岔转移注意力。 我有个朋友,只要每次跟伴侣生气了,就不再说话,然后跑到卫生间里,把马桶里里外外擦得正亮, 往往弄得对方手足无措,想说什么也如梗在喉。 最后,关系濒临分手。 当我们选择对生气忍耐和压抑,并不会使我们内心接纳自己的不舒服与委屈,转而是变成了负向能量既存在。 心中到了一个临界点,就会彻底的大爆发。 如果你有留意,你就会发现身边很多很多好人,要么不发脾气,要么一发脾气,就能够把房屋给掀掉。 最近,朋友圈里都在分享一个价值不菲,又特别畅销的护肤品,好友心愿经常出差香港,热心主动提出愿帮我和一个朋友从香港代购回来,并承诺不出一个星期就可拿到。 第一个星期传来消息,香港好几个店无限货,已经为我们订购,我们满怀感激,兴奋不已。 第二个星期,好友新月出差回来,但护肤品仍没拿到。 新月承诺四月中旬一定达到,我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满怀期待。 接着四月中旬的答复仍是没有拿到,听到他别着急的安慰和后天去香港帮你们带回来的。 诺,是我发现自己有些烦躁,不就是迟一点拿到吗? 人家好心为你代购,你怎么能生气呢? 如果你想便宜一点,不就没有今天的问题了吗? 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就像水里的漂浮的葫芦,按下了这个,又起来那个。 我的大脑不停地说,不能生气,但却又发现今由这个不允许,又衍生出了羞愧,自责,沮丧,难过,哀伤的次生情绪,越禁忌,越是诱惑,越阻抗,越持续。 三,和生气做朋友,为自己的需要负责。 我们常说,生气就是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那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傻呢? 答案只有一个。 所谓别人的错,影响到了你。 当我们的期待没有从对方身上获得满足。 为逃避那种失望感以及身体呈现的。 强烈不舒服,我们往往会用都是他的错头向外部,变成一种敌意或攻击,要么压抑,要么发泄。 显然,我对愿意为我代购的那位好友有一个期待,在某一个时间点,我能够拿到那个商品。 当一个人生气时,身体上的不舒服对于我们自身的影响和刺激是最大的。 所以请你身体不逃避,允许自己生气,开始去缓解、平复并转化这个生气的情绪。 当我意识到自己对朋友生气时,我迅速地把关注点放在呼吸上,随着每一次吸气呼气,让自己的思绪回到这件事情发生的经过, 并充分地感受这个生气在身体的哪个部位进行定位。 胸部觉得憋闷,肩膀觉得紧绷,随着呼吸的深入,身体逐渐放松。 我最根本的渴,是希望通过使用那个产品,让妈妈的皮肤变得更好。 如果是这样,还有什么办法? 第一,向对方表达感受,得到确切商品、到货的时间。 第二,自己多花一点钱,在自己所在的城市的专卖店购买。 第三,通过网上其他渠道购买其他的相关产品,一样达到效果。 每个问题的背后至少有三种解决方法。 所有的情绪发生都是渴望的表达。 以生气为例,他在表达,你要为我负责,转移过来,就是我真的很需要你。 生气背后又让对方认可,谋求问题地解决的情感需求。 简而言之,生气的目的不是破坏关系。 如果你现在很生气,请慢慢拍呼一口气,再开口向对方表达。 所以在微信里,我跟朋友真实地反馈了。 从三月到四月,我在等待中的心理变化,以及矛盾心情,我也表达了背后更深层次的心理需求。 我多么需要你重视我,并共同协商解决办法。 最后双方愉快地达成共识。 当我真实表达生气之后,生气强度立即下降了百分之八十,然后我就能听到对方的真实的表达。 我们彼此就有了更深的理解,关系也更进了一步。 最后,我和朋友也如期收到了朋友寄给我们的护肤品,收到的那一刻是如此的开心和喜悦,丝毫没有被之前的生气所影响。 因为我在那个当下,已经和那份生气完全和解了。 透过生气,看到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透过生气,学会真正的为自己的需要负责。 这就是与生气和平共处的最根本的方法。 谢谢你一听到。 发我的话,对不起,可能我刚才语气重了些。 最后,徐辉,对你生气的对象表达感谢和歉意同样重要。 因为生气也是一种交流,不是宣泄情绪为目的,而是让对方知道了我们真实的感受,意识到问题所在,并在平等、信任、权责中解决问题。 如此,生气就会升华为我们更好成长的力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贫穷为什么会遗传。 莫贝尔经济学奖的阿比吉特班纳及埃斯特迪弗洛夫妇在深入调研了五大洲十八个国家的穷人世界后,他们在作品《贫穷的本质》中指出,贫穷的本质不是懒惰,而是穷人总是容易跌入高风险的人生陷阱。 因为他们必须每天和欲望,生存做搏斗,苦难大多数时候并不造就辉煌,只会加速下沉。 穷人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再面临种种风险,如生病而导致贫困,孩子教育失败,自身缺乏学习而竞争力持续减弱。 无论是在预防风险还是微。 提及发生后的控制风险上,穷人都太难了。 他们发现,穷人花费在健康和医疗上面的金钱和时间并不少,甚至等于乃至高于中产阶层。 因为穷人们往往要等到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去看医生,并且他们更加倾向于那些喜欢下猛药的医生。 但实际上,下猛药往往带来新的身体问题,需要付更多的钱,大多数的钱被用于衣食住行,这样的基本需求。 相比富人,穷人对自我的教育,下一代的教育重视不足,经费相应减少。 而这样又会带来更长期的风险及个人经济价值减弱,下一代综合能力较低,自己赚不到大钱,孩子也赚不到大钱。 贫穷就这么被遗传了。 贫穷的本质在于穷人思维,穷人思维的命,则在于对风险成本的控制不同于穷人。 2019新中产白皮书显示,新中产在健康消费中最大的三项支出分别是医疗服务、体检、牙齿口腔检查、健身卡、游泳卡、自费医疗保险。 当然,判断自己是站在心中产队列还是穷人队列,不是看你洗了几次牙,办了几张健身卡,而在于你是否足够敬畏风险。 理性与欲望博异的结果极是风险,我们的理性总是试图压制住贪、称、吃等欲望,以避开风险。 中国儒家传统常强调身修而后佳齐,佳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古以来,从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本质上,中国人的修身意识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一个对人生,掌握主动权和控制权的人必须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必须明白人无远虑,必有尽忧的真理,也必须竭力避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揭谈。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控制风险即是控制不确定性,防范未知,在应对策略上早已前人之术被移。 以下我整理了三个实战型策略,希望能为你获得安全感充分绵薄之力。 一、杠铃策略,请尽情的人格分裂。 所谓杠铃策略,是指采取的策略由两个极端条件组成。 说人话,就是请把你的金钱、时间和精力都分成极端的两份,最好你能人格分裂,成为一个极保守与冒险,怯懦与勇敢的一体的人。 这样既能保证你的稳定收益,又能让你在风险到来。 前后,有应对不确定性的能力。 原来,害怕失去规避风险的天性让人们总是讨厌不确定性,但往往重大的机遇就隐藏在不确定性中。 如何才能与与熊掌兼得? 杠铃策略理论认为,你可以在做一份无聊稳定的工作的同时,去兼做一些富有挑战性的疯狂事情。 比如可以写小说,去夜店助唱,挑战极限运动,在黑暗中裸奔,去和素不相识的流浪汉聊天,你可以把大部分的人生安排在舒适区里,但务必留出一小块精神花园,任冒险精灵驰骋。 事实上,不少人在不知不觉中,践行这一策略。 例如著名科幻小说三体的作者刘慈欣,就是一边做着朝九晚五的电厂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写作,实现斜杠青年的逆袭。 企业也经常采取这样的策略,在主营业务良好的同时,组建另一支小分队,小不快跑,最终产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如腾讯靠这样的做法,产出了微信,今日头条产出了抖音。 如果在个人投资上应用杠铃策略,你大可将80%的资产配置在安全、低风险的银行债券,剩下的20%配置在高风险、高收益的股市基金。 总而言之,你可以是个年纪轻轻就做积极养老的耸包,但希望与此同时,你可以是一个不论岁月变迁,一直倔强地喝醉裂的酒,去最远的地方的冒险家。 2. 杠铃策略就像是把你的人生分置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然后打开连接的安全开关,就能任意驰骋。 2. 风险共担。 请小心地预防人性。 为了保证最高效益,将风险成本降到最低,就必须预防人性,让大家成为同一条绳上的蚂蚱。 知名餐饮品牌海底捞,它的开店策略是师徒三级代理模式。 一方面师徒制保证了技术和品控的传承,另一方面,师傅的收入直接与徒弟和徒孙的收入挂钩,双方是利益共同体,徒弟的店开得不好,师傅也有收入风险,所以师傅会更用心去带徒弟。 海底捞也借此大大降低了门店高速扩张带来的服务水平不可控风险。 老祖宗们深谙此理,以宗法治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宗族社会就是这样的风险共担体。 宗人将有失,族人皆是宗族体制下贫穷、疾病、观寡、孤独的风险和所产生的责任。 须所有族人共担。 再往更小的单位说,传统婚姻制度本质上也是风险共担的策略。 而现代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变化,女性地位的提升,让个体在生存方面的风险控制力变强,反而是婚姻成为了风险本身。 2018年,中国结婚率仅为千分之七点二,创下十年来的新低。 在这个缺乏安全感的时代,单身主义就像是一件追着消费主义、自由意志、自我至上的思想铠甲,看起来坚强、独立、干练、勇敢。 但是仔细琢磨,单身主义更像一种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机制,它简单又直接的防范为之风险,把风险成本降到自己认为可控的范围内。 冲动的荷尔蒙和多巴胺,复杂的人际关系,纠缠不清的利益交。 不止每一维度都潜藏着风险点,即使下定决心进入婚姻,婚前体检,婚前协议,房子必须写上双方姓名等操作,也越来越成为标配。 有难同当比有福同享更关键,雪中送炭也总是比锦上添花更可贵。 人性经不起考验,风险供丹是认清人性真相后,依然让你能热爱人类和信任人类的安慰剂。 三、懒蚂蚁效应请做那些无用的是日本北海道大学进化生物研究小组曾对数足以群进行行为观察,结果发现,大部分蚂蚁都很勤劳, 他们积极寻找,搬运食物,但总有那么一小撮懒惰分子,他们不做什么具体工作,每天就是四处闲逛,游手好闲。 研究者把这些麻,可以叫做懒蚂蚁,作为一个分工明确,利益共同体,多数蚂蚁从事生产,而这些少数的懒蚂蚁则负责观察周围环境,对地形、食物点有清晰的认识。 如果突然切断原有食物来源,这时候扮演拯救世界的角色,带领族群找到新食物的英雄,就是懒蚂蚁。 在忙碌的工作生活中,不时跳出常规的框框,审视夺势,做生活的观察家和风险的防范者。 有时候,一些小事反而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例如看一本有趣的书,买一份以防万一的保险,在每一个人生起伏的重要时刻,总有人给你力量,鼓励你自信前行,让你有底气和勇气追求梦想。 你可以暂时不富裕,但必须要警惕滑落至穷人街,层的种种风险,来给努力向上生长的自己,垫上一块柔软又稳妥的安全垫,唯有卸下所有的后顾之忧和犹豫不决,才能发现真实的自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非常感谢您的收看。